我們也想要好好的愛人或是被愛 但是這條法 在我們知道我們是感染者的時候 我們就無形中成為一個罪人 當然知道在統計的數字上 確實是男男的性行為是比較多的 但是我們主要就是要傳遞 要安全的性行為的話 那他其實不用特別強調這個男男間的人 因為這樣子又更加的連結了愛詞跟童子之間的連結的物名 我們是延續故事影響的人 我們傳遞真實 傳遞情感 傳遞人與人之間 人與議題之間的連結 現在的愛詞已經可以透過主要的方式 然後不會傳染給別人 愛詞不會傳染給別人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愛詞歷史上面非常重大的改變 那這個重大的改變 其實應該要被更多人指導 才能夠達成有效的社會效益 傳遞這些就會讓世界更美好嗎 但如果什麼都不做 就會無甘忍莫敵活著 那個感受又更深刻一點 就覺得我今天為這件事情如果發生的話 不是只有幫到我 而是幫助到更多感恩者 目前身處的困境這樣子 我們的存在是讓愛詞一體有發生的機會 我們是傳遞者 我覺得我是個不是很有耐心的人 但是我又挺堅持的 如果有一件事情 如果有一個議題 是我覺得很重要要做 大家也願意支持 好 我們就來做這件事 那我就會很堅持 舉例來說讓外籍朋友可以在台灣 停留居留的這個規定 1998年到2015年 時間其實非常非常的長 但是我們就是不會放棄 對 我們覺得這件事情是該做的 議題的發生在社會上就是一直此起彼落 小孩他一定會接觸到 這個議題正在發酵的時候就是 我覺得老師最好的切入時機 因為這樣子可以帶領他們 就怎麼看待這個議題 然後如何思考 重要的就是 這個班級的氛圍必須要是安全 學生是可以暢所預言的 如果讓他們有感 一定要讓他們覺得 這個人是在我身邊的 對對對 所以要去污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理解 那理解的程序 我一般都很希望他們是 從朋友的理解開始 第一步呢我是先把感染者的故事 一個一個放在報告欄 要讓學生變成一個日常 就是他們平常在教室裡面看來看去 就會看到這些感染者在身邊 就慢慢的熟悉 有一群感染者 他們活的樣子其實跟我們沒有什麼兩樣 接下來就是 啟明跟我一起入班教學 就是讓他們從身體的移動裡面 去跟這個愛滋的議題連結 而且是在一個開心的氛圍 用這樣子的方式之後呢 我就邀請同學們寫聖誕的卡片給他們這樣子 這件事情讓我也很感動 就是說我以為小孩很多時候是很 就是無感 也不會很刻意的說 在他們之間的話題一直聊愛滋之類的 也沒有 所以我很難知道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感受是什麼 可是從卡片可以知道 他們真的很真心的在關心這件事情 我覺得真的是互相回應的狀態 就是他給你什麼回應 然後你也丟出去給他 那一來一往這樣才會有互動 那你們這個關係才會比較緊密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帶著開心的心情好好生活 這句話是源自於我阿嬤身上 從一個很親的人身上講出這句話 滿受影響的 因為那時候阿嬤就是在他生命後期就是大腸癌 然後有一天我就問他 怎麼看起來好像都蠻開心的 然後就說難過也是一天啊 快樂也是一天啊 那不如就是開心的過 就是我小時候跟阿嬤是最親的 然後他很照顧我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我不應該忘記阿嬤這個人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應該好好把他這句話說 人們對於肉眼可見的痛苦或者是不同差異比較容易有感 對 但是對於看不見的痛苦人們會比較猶豫 全處會的工作就是權益促盡嘛 就是愛滋的這個平權工作 我們到後來比較喜歡講平權這兩個字 是因為很多人會誤會我們想要爭取的是特權 我們想要的只是跟一般人一樣的東西 一般人其實都有 那艾滋感染者其實本來也有 可是當他感染了艾滋之後 某些東西就不見了或者是被剝奪了這樣子 那我們真的從很早期很早期開始 就有幾個朋友他遇到的情況是真的要上法庭的 對那我會陪他去 可是呢也因為陪著去的關係 所以有深切的了解到自己的不足這樣子 所以後來就去念了法律 因為你不能連人家在講什麼都聽不懂 有些時候我們呈現出來的是個案故事 但個案故事怎麼樣被提煉為法律上的修改意見 這個是專業 所以其實我後來學的東西都是為了銜接 使個案經歷的苦難可以透過系統性的改變得到改善 有一次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那有人想要介紹我出場的時候 講了我很多title 然後有講了我是公開出軌感染者這樣子 然後其實當下我沒有預設到說會有這個title跑出來 那我這樣也可以理解 畢竟我自己是公開的狀態 可是我對在場的觀眾聽到有一個感染者出現的這個情況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不安 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感染者 那些不好的記憶就會跑上來 所以不安全感應該是承載著大家的負能量 但那只是一個一時的想法 沒有困擾太久 可是我確實會有一個滿真實的感受 我也遇過小孩也會直接的說 就是我們覺得艾滋感染者很噁心 那老師你講這麼多是要做什麼 很多人就會擔心自己在講議題的時候 會遭受很多的質疑所以乾脆就不講 或者是說他擔心自己沒有準備好 那如果別人質疑了 反而對學生也不好 這些想像都有可能會阻礙很多老師在進行議題 所以我給自己的方法 就是我會先把最難的質疑先想好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人再比這個更難 先拷問自己 那我有沒有辦法順利的回答 那這樣子我才有機會可以好好的來面對 而且我就會更有底氣就會更有力量 最近最近的一個案件事實 有一個被告判無罪 那無罪的理由是You等You 非常感謝法官在這個部分有關注到 並且用這個來判決無罪 我相信如果有人基於不同的理由 知道這個判決的存在 他會有機會把You等You這個知識 這個事實更大範圍地推廣出去 讓感染者接受治療 本身就有助於防治 那既然這樣 我們不就要促進各種各個感染者 可以好好接受治療的環境 而不是只是我防治我的 然後你生病你的 你不要來靠近我就好了 而是我們一起好起來這樣子 我自己身為感染者 我自己在追求的是 希望大家可以獲得一個平等 那在這個平等與不平等的中間 我應該要把感染者的角色 拉到跟大家齊平的樣子 所以就會覺得是 那我應該展現跟大家一樣的面貌 讓大家去理解說 其實感染者就是跟大家都一樣 如果You等You這樣子的一個事實 有機會變成是一個嘗試 而不只是停留在一個知識的階段的話 那就表示這個社會已經夠多人 統一這件事情 知道這件事情 那很棒 我的小孩長大之後 會覺得我媽媽有為我努力過 然後我們的社會真的有變好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